豆沙花卷 大家好,今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豆沙花卷 面粉半斤 放入3克左右的酵母 3克 然后放入一小勺糖,促进发酵 糖这里放个5克左右就可以了 混合一下 然后加入130cc温水 这里加温水能够促进它发酵 可以减短发酵的时间 因为夏天天气比较热 面粉的吸水量会稍微多一点 这里加个135cc都可以 因为面粉太干的话不好揉面 很多朋友都说面粉太干了不好揉 但是也不要加太多 加太多的话揉出来它的样子会不光滑 我们先简单的将它揉成一个面团就可以了 先放到这里,让它醒至一会儿 松弛一会儿 松弛个10分钟左右 我们再来继续揉它 就很容易揉光滑 一次性揉光滑的话很费力气 很多朋友就说不好揉 其实主要是面筋它没有得到松弛 揉的时候会比较费力 这里我们就让它休息一下,放松一下 好,我们在这里放了10分钟左右 现在这个面团就软软的,非常的软 现在来揉面就很容易将它揉光滑了 仅仅是揉了30秒都不到 你看这个面团就变得很光滑 所以揉面只要是掌握技巧也是很容易揉好的 面团揉好以后 我们再盖上保鲜膜 让它醒发 发酵至两倍大 放到温暖的地方 待面团发酵好以后 我们就取出来整形 现在面团它已经发酵至之前的两倍大 观察它发酵好了没有 首先是看它的体积有没有增大 其次就是看它里面有没有蜂窝状 像这样的蜂窝状 然后第三种方法就是闻 直接的就是用鼻子去闻 有没有浓浓的酵母味 酵母发酵过的味道就是那种酒糟的味道 特别好闻 将面团取出来 这个面团不是很湿 所以它没有很粘 不需要撒干面粉都可以 然后将它排气 将里面的空气都排出来 简单的搓上以后 切成自己喜欢吃的大小 我们将这个面团擀开 我们将这个面团擀开 将它擀成一个大长片 像长方形又像椭圆形都可以 然后放上适量的豆沙馅 豆沙馅不能放多了 放多了等会容易就是漏出来 然后用一个工具将它摊开 用勺纸或者小刀都可以 普通话不好 尽量啊 很多朋友都来吐槽 我的普通话 是不是体育老师教的 我感到非常 对不起我小学的语文老师啊 不过没办法 因为我们四川人那边 小的时候都是用方言教教学的 三沟沟里面的小孩 尽量涂抹的时候 这一头都不要给它涂上了 然后将这边折过去 折过去以后捏紧 先将这四周捏紧了 我们再擀 防止它等会被擀出来 然后轻轻压平 用擀面棍将它轻轻的擀开 我的豆沙馅可能还是放的有一点多 大家可以少放一点 放多了这样擀的时候 很容易将它就是擀漏的 很容易漏出来 好 擀好以后 用这个刀 将它中间划几刀 划个三刀 就可以了 这样 好 然后将它取出来 取开 取开 取开以后 像拧麻花一样 反方向给它拧 这样 拧成这个样子 然后就给它卷起来 这样从一头给它卷起来 卷卷卷卷卷 这边的这一头 接尾的地方 放到上面 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的 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以后 给它盖上保鲜膜 让它二次发酵 二次发酵的时间 大概是15分钟左右 如果你做的特别慢的话 发酵10分钟可能就可以了 因为夏天的天气 它很快就发起来了 发酵好以后 将它放到蒸葛里面 蒸葛一定要铺上不粘纸 或者说是给它刷油 防止取的时候粘连 凉水上锅 盖上盖子 开中大火 上汤以后 蒸8-10分钟 时间到关火 让它焖5-10分钟 好 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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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